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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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你們好 我是吳振慧畫家 今天在自珍山館文化中心 有一個紅燕生命的璀璨 是我這一次的畢業創作研究展 然後我的展期是從 5月19號到5月30號 那在5月20號的時候 有一個開幕茶會 我備有豐盛的歐式自助餐 請各位藝術的愛好者 那這一次我的展覽 大部分我的畫作 紅燕是一種生命的喜悅 而且也是代表我的熱情 那我也願意把我的熱情 跟大家去分享 那麼我這一次大部分的畫作 都是比較大幅的作品 最大是200號 100號 還有最小的是50號 那70號也很多張 那70號的這些畫布 是都由我親自用 防骨式的做法去製作的畫布 是歷久不會壞掉的麻布 那麼我這一次也大部分 以抽象意象為主 所以呢可能有些人會不太懂 我內在的生命的那種喜悅 我的璀璨是什麼 那麼我也附了兩個數位電視 介紹我這一次沒有展出的作品 譬如說裝置藝術 還有行為藝術 很多還有電視的採訪 那麼讓大家能夠更了解我 重點是我辦的這次畫展呢 是在文化中心 已經有10年沒有來文化中心展了 其他時間大部分在國外 要不然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 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那這一次呢 在文化中心這個展 也是對我這個人生的歷程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歷程 因為這一次呢 是整個我所有二十幾年來 畫風都完全是不一樣了 也是因為我讀了高師大 創作研究所之後 有一些新穎的獨特的一些技法 跟我內心的一個想要表達出來的 藝術的一個境界 那麼我也很希望說 能夠歡迎各位愛好藝術的人 來跟我分享 我願意跟大家來做一種 為什麼我最近的這個創作 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說 一般人看 譬如說去看到的風景 而畫出來的 我是經過我的眼睛 然後到我內心深層的一個潛意識 再把它去藉由我的手去傳達我內心世界想要表達的 那麼我最擅長的就是紅色 我的紅色在一幅畫裡面它有不同的紅 還有我最擅長的也是我的色彩 我的色彩給人家看了就是滿喜悅的 那麼再說我還有另外一個私房菜從來沒有去展覽的 就是我在高斯大學雕塑 那我這裡的雕塑一共有20件 那這20件作品 也經過十幾年 慢慢這樣子 捏跟拿這樣子慢慢做出來的 所以呢 這一次很想說 藉著這一次的展覽 可以表達我內心的澎湃 我內心的一個情感 我的喜悅跟大家分享 這幅畫呢 就是我這一次做邀請函的一個主角 那他呢 他在我要表達的畫出來的這個意見呢 好像一片紅 那事實上 這是因為我之前住加拿大溫哥華 那個秋天風紅的那種景色 那種紅呢 讓你是很難忘懷 那種浪漫 只有你親身去經歷 在那樣子的一個城市 那樣子的一個氛圍 那是一種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是在另一個國度裡面的 所以我願意說 把我曾經所見過的 我所待過的那一個美麗的一個境界 把它畫出來跟大家分享 這幅畫呢 它是一百號的 我最近展的這些幾乎都是一百號的作品 那這件它叫花樣年華 它是一朵花 但是呢很大的一朵花 它是代表一個大我 一個美麗的一個大宇宙世界 那麼你看中間有這些小小的年華 那代表一種小我 也是我們這個宇宙世界裡面 就是有這麼多的小我 而集成的一個宇宙大我 的一個世界 那麼我的這一幅畫的色彩呢 它是很乾淨的 然後呢 雖然它的這個色彩 是很多的中間色調 很不好去調的 所以呢 這幅畫有一種歐洲的那種 很高雅的一種感覺 尤其下面的這個紫色 這個紫色你仔細看 它是有很多層次的 那這個紅呢 然後配到中間這個白色的這個花 但它也不純粹是白色的 對 那這種像一朵年花 所以呢 它給人家就是一個 出污泥而不染的一個世界 這幅畫我想要表達就是 花開愛獻 當一個女孩子 她心花朵朵開的時候 也代表她內心的一個熱情 她是不是在談戀愛 那種有那種愛的感覺的時候 那種花特別愛獻的會很美 然後呢 它就像孔雀開屏那樣子 而且每一朵 我的畫裡面都好像是一個很大一朵 但是你又再把它仔細分出來 裡面又有一些小朵 那我也一直在強調說 從一朵花裡面 我們都可以去看到整個宇宙 整個人世間裡面的這個 就是七情六欲全部都在裡面 那當然啦 是人總是感情要很豐富 所以我喜歡用這種橘紅 這個橘紅也不是純粹很紅 然後它經過要很多的一個調色 然後再給很多的這個肌理 有用蛋的蛋殼去做出來的 那蛋的蛋殼呢 讓它不能掉落 好像又像花蕊那樣子 這個手法是要經過一些很細膩的 要很讓它很完美的去很精緻的表達 所以一朵花它不是只是呈現它外在的美 事實上它內在是隱藏著很多很豐富的一個不為人知的一個點點滴滴 上面的這個滴流呢 有的這個滴流是我故意要讓它這樣子的 這樣子一個這種呈現的這種手法 是一種人啊 愛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就是一種感情的淋淋盡致 這一幅畫是2003年 我借用我先生的開刀房 借了一年請他千萬都不要開刀 他居然答應了 在這一年當中他當然是也損失不少 但是成就了我這一幅200號的火供 那這一幅200號的火供 是我的最代表作 而且是我的最愛 雖然他是在2003年那時候 就到目前這樣子 2017已經14年了 那這幅畫他的意見呢 你會發現 好像是在好幾度的空間裡面 那我畫這一幅畫一天畫十個小時 畫了整整一年 那種辛苦 那種我進入的那個畫的那個意見裡面 要再出來的時候那種痛苦是 一般人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因為它事實上它是有很多度空間的 每當我畫到一度空間進去的時候 就越畫越進去 越陷越深 甚至到我出來的時候我都覺得 我是不是瘋了 我是不是整個人都已經是 好像那種 那種我剛剛講的那種淋淋盡致那種 我整個人是碎掉了那種感覺 那種粉碎的那種感覺是 我一直到現在都沒辦法去忘懷的 那我為什麼會選在我先生的開刀房 畫這幅畫 我陪著我先生王坤榮醫師 他每次的開刀我都會陪在開刀房 看到每個人 譬如說大腸癌的一個開刀 那種那麼大的刀 那種血淋淋 它在上面在開刀的時候 那個Tumor就是那個腫瘤 惡性腫瘤 整個要拉下來的時候 是那個血就 我用那臉盆這樣子去沉的 那種內心的我覺得 那種人的血液 人的那種生命 就在那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我覺得跟人的那個 人的那個內在的血液跟火一樣 都是紅色的 那紅色可以代表一種生命 代表一種熱情 那它就是一種 也是一種燃燒的一種火種 那這個火種是不能滅洗的 就像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滅洗了之後 就美了 就掰掰了 所以呢 下面呢 這個農縫 農咬豬 農縫 成祥 這都是一種吉祥的境界 那到那上面那個飛人的地方 那些東西 都是它自己我畫到最後 它自己呈現出來的 我沒有講可能大家不會去看到 那這邊又有另外一些境界 這種飛人像精靈的一個世界 所以我畫這幅畫 簡直是真的用生命在創作 那當然這幅畫 為什麼我會稱為火共 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因緣 曾經有一個仁波切 叫撒當仁波切 是第九世的火火轉世的 他來我們家幫我做了四次的 三次火共一次煙共 可以當火共的時候 把很多的食物放進去那個火 讓它燒的時候 仁波切問我說 你看到有看到什麼嗎 我說沒有 我什麼也沒看到 我真的不懂 所以我什麼真的都不知道 他說沒關係 以後你會知道 結果這幅畫是隔了三年之後 我在畫的時候 那種影像就一直浮現出來 那個那些飛人 那些都自己跑出來 可是當時說真的 我們是肉眼 真的看不到 也不懂 這種神奇 當這個可以講說 好像是在醫術治療裡面 這個你沒有辦法去用言語來言說的 所以我很喜歡宗教性的一個禪 就是在這樣子的緣故 那這幅畫呢 我也曾經在醫大展過 醫大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醫大醫院發生很多跳樓事 病人跳樓事件啊 人家丟雞蛋什麼的 他們裡面的一個執行長找我說 第一次在醫大開展 醫大第一次用一個藝廊 他說要請我去展四個月 事實上我要去展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要幹什麼 我這幅畫就畫 不是放在下面的展覽廠 我是放在那個執行長他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剛好一個框 剛剛好那放進去 結果這幅畫就在那邊 好像去自殺一樣就 之後醫大醫院整個事情全部很圓滿 都很peaceful 沒有任何的事情 那我一直覺得說 我這幅畫也很神奇 當時那個執行長不相信 我就跟他講說你要聽我的 由我來做我想要做的事這樣子 那這幅畫 當我在畫這個龍鳳城響的時候 那種我自己的人身體的柔軟度 突然間覺得很輕盈 飄飄然的 我那時候就覺得好神奇很奇怪 因為畫到最後都是 身體都變成很僵硬的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當我在畫這種龍鳳城響的時候 自己就覺得說 這宇宙是陰陽合體的 缺氧不行 缺陰也不生 所以這幅畫 我也是在講宇宙觀 整個宇宙裡面 很多事情都在這些裡面發生 所以我這幅畫是 應該可以很多人都會蠻喜歡的 所以我稱為是火共 你會發現這一幅畫跟這一幅畫有一個 一個連貫性 這一幅畫也是在講火 火也可以講人的一個慾望的慾 基本上我這邊是想要把一個人這樣擺進去 那麼人呢 在這個紅塵滾滾當中 這個浴火 所有的愛慾七情六慾 就是經由這樣子的火一直在燃燒著你 那種能量 那種的愛恨群仇 可能都是在這裡面 所以這邊這個留百的部分 是基本上它是不是真的空的 它是要讓人去走進去裡面 然後讓這種火焰可以跟你是 是Mage的 讓你去覺醒 你內心的所有的愛慾情仇 你應該自己要很清楚 就是我想要用一幅畫去講很多的一些故事性 那基本上我是有用那個菜瓜布去弄成一個人的一個模型 那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用任何的東西 或許它可以任何的東西都可以進去 你用的 我想用一個裝置藝術 但是我覺得跟這個整個場域不搭 所以我就沒用了 那要單獨展的時候 我可能這邊我會放一個那個 菜瓜布做的一個女的一個同體的一個模型 放在這裡面 那單獨展的時候 這幅畫呢 事實上 它是一個森林裡面 那你會發現這裡有兩個這個 這樣子一個東西 事實上是我在講說 有一對情侶是共同走進去這個森林裡面 在彈琴說愛 那上面的這個紅 這點點的紅呢 都是他們講話聲音 回應在這個山谷裡面 那這幅畫 我畫很輕鬆 給人家感覺也是很輕鬆的 那這種鬆的感覺 基本上是 我一直在內心裡面孕育很久 基本上要畫這樣子的話 也不容易畫 又是很大張的 你如何去構圖 然後點線面體空靈 全部都在裡面 有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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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在裡面了 那這幅畫整個的構圖 它就這樣子完成了 這一張 從這一張開始 這些畫布呢 是我精心特別製作的 我用麻布袋去做這個畫布呢 買那個我們真的那個 米粉底的那種麻布袋 一個沒有多少錢 問題是 當我完成一塊畫布的時候 所花的錢 比我去買 買這個畫布的錢還要貴 那在高斯大 李錦民教授就跟我講 真會你可以不用再畫了 你這個畫布就是一件藝術品了 因為每一張畫布 那種精心力血的那種 去做它的時候 是相當相當的很麻煩的事情 譬如說我麻布袋買回來 我要洗刷曬三次 之後呢 再三次的用吐皮膠 吐皮膠是進口的 一瓶一千二那時候 現在我看大概更貴了 這個已經這個畫布已經做好幾年了 三次的吐皮膠要煮 是又臭又毒 當我每次在煮那個時候 我們全家人就抗議說 媽媽你那個會毒死人啊 我也知道真的好臭喔 那可是呢 那為了你就用吐皮膠去把它的那個 細縫填滿 然後呢 再等它乾 乾了之後 我必須再要用 絕手 絕手呢 要買很大桶的 都從台北的八大 叫他寄給我 都很大桶 然後再去塗三層 要一層一層的圖 所以一塊畫布做好的時候 幾乎是半年的時間 六個月 那我做了七十塊 一塊畫布是七十號 七十塊 換句話說 這樣是四千九百號 那這四千九百號 我在想說 我要是可以都把它完成 我就想說 就停筆吧 不要這麼累了 事實上畫畫 有些時候是自己 那種過程是很享受 很開心的 可是當停下筆來的時候 一坐下來 歇下來 喝一杯茶 喝一杯咖啡的時候 覺得啊 怎麼會那麼累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就覺得說 真是一件苦柴事 也不好玩 那至於現在的這個畫布 我幾乎都已經完成 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那這個呢 我在講 這個是我現在 自尊山館外面的海報 用這一張 那這一張 基本上我蠻喜歡的 因為 這一張畫 它好像在講著 訴說著 女人的一個事 然後它也是一種 或就是我的名字叫或 誘惑的那個禍 它也是一種誘惑 因為 你會看到說 它這整個造型 很像是女性的一個胸部 那這個胸部 為什麼是往上 它是一種能量的一種升華 每一個人 不管男的女的 是不是小孩子的時候 一定要經過 新媽媽的奶水長大 那麼這裡 人家說 這個好像樓梯 我說是手 是兩隻手 那這整個這裡 又整個 又有一個 另外一個境界在這邊 我的畫裡面 都有畫中有畫的那種感覺 那為什麼我也是用紅色做底呢 這個我的整個紅色 這個都很多的一個肌理 它有很多的 不是那麼平 包括我現在做的這塊畫布 跟普通的畫布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整塊是很平坦的 它是有一點 因為基於是那種 那種吐皮膠 整個是不是有一種 拖浪這樣子 因為它的那個 每一塊的塑性都不一樣 就是Handmade的東西 是不可能是 像機器做出來的 是很 好像很完整很完美的 那這 這一件作品 我覺得 從它的底色的這種 藍綠色 到整個呼應這個 這個橘色 到整個這個白 那種整體美 我真的是 畫完我就說 太棒了 因為畫很多畫 不見得每一張畫 你都會喜歡 但是這就是有特別幾件 我覺得不錯的 那拿出去展 也真的很多人都蠻喜歡的 那麼這件作品呢 這件作品是 這兩件是 一起 一起的 一起完成的 我有些時候畫畫 我不會單獨說 只畫一張 對 因為我發現 我裡面 肚子裡面的那種 那種要 那種靈感 那種要表達的 我想要給人家的那種東西 太滿了 所以只有一張畫 我覺得是不夠的 因為我 當我在畫這張的時候 我的思維 我的思緒 馬上很快就跳到 另外一張了 當跳到另外這一張的時候 我馬上要跳過來這邊 趕快這邊又畫 所以剛剛有一位畫家問我說 你的畫室一定很大吧 要不然的話 哪有辦法 你都畫那麼大張的畫 我說沒有錯 為了我的畫 我必須要買很多的房子 光是畫室就好 就 家裡也有 外面也有 然後換畫的地方 儲藏的空間 真的是 我先生說 養一個畫家太太 比養三個孩子讀醫學院 還要貴 還要最重 都勸人家 千萬不要鼓勵自己的太太 女朋友去畫畫 太花錢了 那這張畫 說真的 我現在越來越 到這個時候 二十幾年下來 我所畫的這些畫 都已經 好像達到一種 自己很想要很輕鬆 的那種狀態 所以我的畫看起來 也是很輕鬆的那種感覺 當一幅畫 掉在家裡 讓人家 在家裡本來就是要放鬆 很休息舒服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我的畫裡面 讓人家可以 在家裡看到我的畫 是一種可以放鬆 然後是很開心的 在外面 不管你碰到什麼挫折 不開心的事情 回到家 看到一幅畫 你就滿有療癒的感覺 所以 這個緣呢 是代表說 任何事情 人生 總是 往著圓滿 去走 當然不可能是圓滿 因為 十之八九 都是不如意 人生十之八九 都是不如意的 所以 這都是一種 暗喻 是一種指引 那麼 也帶給每個人 生命上的一種 圓滿的一種 可以邁向邁進的 一種境界 目標 對 那這幅畫呢 是很有春天的感覺 這個 這個黃 它也不是很純粹的黃 坦白講 我真的很擅長用色 這很多種顏色 冷暖色調 你要搭到 真的是一種很協調 就像唱歌一樣 你的韻律 有的是可以很美的 可是有些韻律是 可以讓你很急躁的 很 很 悲傷的 但是我不喜歡唱那種 我覺得 希望說 呈現的都是一種 很 浪漫 很讓人家喜悅的 這種 這種調性 所以 當然 都逃不了 我很愛用的 一個紅色 可是 我不會說 這樣整幅畫 因為它是在講一個 花的三層 所以 它呢 真的是 好像在人間先進裡面的一個 城市 花城 它一直在講 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很美的一個意境 那我也很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 走進去 這個花城 這個意境裡面 你看我這裡所有的這個 用色 這些都 在 中間色調裡面 然後是很乾淨的 它沒有 沒有 不砸 不 不髒 這個 曾經在高美館場 他們的研究員 就說 問我說 我用色 怎麼有辦法那麼乾淨 基本上 就像人 就是我好像有一個潔癖 就喜歡 愛乾淨 所以我的用色也都很乾淨 那像你在這種畫布上的創作 跟一般的畫布創作上的差異性 好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女孩子 平常是不是都會化妝 當然我今天 因為乾部展完 所以也都沒化妝 當你一個女孩子化妝那個粉底 打得很好的時候 那個妝化起來基本上是很美的 就像我的畫布 就像一個女孩子的臉 我的底 已經 我做了那麼多層了對不對 剛剛講已經是九層了 包括最後的這個畫布是十層 我已經把這個底 這個粉底 已經打到 已經是很棒了 所以呢 當我沒要再畫任何的畫 真的是很 很舒服的在上面 游走在一個畫布上 這個筆下去 都可以讓你覺得說 他畫出來是絕對是很美的 很棒的 所以呢 這種媚趣啊 就是畫布跟我之間的那種 心靈的契合度是很吻合的 所以呢 我可以任由 我想到什麼 都可以在這畫布上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家人說你在畫什麼 他說看我好像在亂畫 可是很奇怪 你看你這樣好像在亂畫 可是畫出來 又很漂亮 到底是 怎麼一回事 我說 會要煮真的 他也黑白爛爛的 那盤菜也是很好吃 對不對 沒有煮的都看食譜 然後要幾顆的眼 幾顆的什麼 對 所以這種 可以講是 畫畫 我一直講說 一個畫家的一個長成 一個藝術家的長成 是一步一腳印的 是騙不了人的 這種點點滴滴 只有 這種也是 雲水冷暖自知 明眼人 或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有些人說 畫圖很簡單 沒什麼 但是畫到最後 你會約畫說 怎麼這麼難畫 不知道要怎麼 我也曾經是 真的是那種 碰到那種瓶頸 沒辦法突破 那種懊惱 那種困擾 那種困擾 那種內心的不安 膠著 是真的是 是 走過 你才知道 那樣子一個痛 那樣子一個苦 不是你不想 是真的是 突然間 靈感跑去哪裡了 怎麼都畫也畫不出來 怎麼畫就是覺得 很不喜歡 那就 後來就 用一種方式 去旅遊 到山上去打座 去打殘旗 讓自己去沈澱 那這個方式 對我來講 是真的是很棒 所以呢 我這一次的展 展覽之後 我或許也會消失掉 可能就是雲有四海 但是最後 我還有一個任務 mission 就是我的論文 一定要寫完 你這邊四十七福 五分 其實四十七福 要不要事先就幫你採 事先採 還有三分之一 不過就慢慢再等我 那個 那是你的客人有沒有說 種種種種種放棄了 就拿給你 還有沒有要 還是再繼續 我的話 像我要生孩子一樣 我絕對不會說 已經懷孕 對五個月六個月 不喜歡把他拿掉 還是說就放棄了 這是我絕對做不到的 我再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會finish 我完成它 哪怕放著兩年三年 都曾經是有過的 對 對 這一定要堅持 那這一壺 是異形 這一壺畫是 我畫完這壺畫的時候 自己都不知道說 我到底在畫什麼 畫這個什麼東東 我就 當學期末的時候 我就教這件作品給教授看 教授說 哎呦很棒耶 他說這壺畫很棒耶 這個有一種那個 壁畫的那一種 古時候的那一種 回歸到那一種 那一種圖像的 符號學裡面去 呃 你看這樣子 事實上它也是 這個我拔曲做異形 因為你說它像什麼 它也不像什麼 它 一般有四隻腳 那這什麼三隻腳 然後就整個 可是它裡面是 我覺得是有 我內在一種 很深層的一個感情在裡面 我內在的那一種 不為人知的 一種很多 沒有人家 不了解我的東西 可能我自己也不了解我自己 由這個圖像呢 它讓我看到我自己 也覺得蠻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本身之前也是 曾經在高雄醫學院 紅石智慧教藝術治療 那這些東西呢 我一直鼓勵人家 不要去模仿 不要說 眼睛一定要看到什麼 你才去 完全看到東西才畫 應該是由你自己內心裡面的東西 把它呈現在畫布 哪怕那個東西 你覺得好像是見不得人 那也沒關係 因為那是你下意識 你潛意識裡面的一個東西 那麼你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你已經是在你的畫布上 已經做了一個很棒的一個 自我療癒了 那這是藝術治療想要講的 就是說藉由你的畫 裡面的話來講出來 那麼有些現代人都很窄 然後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都藉由這些3C產品 在做交通 那種沒有經過語言 那你說那種出口從哪裡去呢 從哪裡去的發現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這個 會畫音樂治療各方面都是滿重要的 有空的話聽個音樂讓自己沈澱 有空的話哪一支筆隨便在紙上塗鴉 都是一種出口 然後更不用說人家不了解 一定你要人家了解你 基本上你自己跟自己已經在跟畫布上在溝通 我都實際上說 我有些時候就是跟我的畫布在談戀愛 但是也曾經有講不出任何話 就是我坐在畫布前面一兩個小時 就待在那邊 只能喝著咖啡 我也一筆下去都覺得好像很困難 這些每個人都會呈現的事情 我也是一樣 因為我也是凡人 我也是藉著藝術來做很多自我療癒 藝術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會很鼓勵說 要是每個人都懂藝術 每個人都喜愛藝術的話 藝術包含太多太多了 生活的美學各方面都是 不一定說一定要畫畫 一定要會彈鋼琴 不一定的 那麼我一直想說 藉著我這一次的畫展 可以認識更多藝術的同好者 然後跟我做一種分享 我很願意這段時間 十天的時間我會播出來 跟大家一起來互相切磋 互相來做一種藝術上的一個分享 那現在我介紹我講我的雕塑 這個雕塑在高師大 已經學十幾年了 都幾乎沒有間斷過 那很多你會看到 最上面有兩個石高翻模 一個是我先生 一個是我的本尊 為什麼你比較漂亮的老公 對我老公說 你怎麼把我做得這麼老 這麼醜很像講公 我說對不起 因為那時候坦白講也還剛學沒有多久 兩三年而已就做石高翻模 那我說等以後我技術再生的話 就可以做漂亮一點 那這一個是我在做我女兒 我女兒她很不太喜歡 小時候她就不喜歡什麼洋娃娃 但是很多人都說她很漂亮很美 我想說留下她青春時候的這種美 而且她本身就很沉淨很溫柔很文靜的 所以她的一個神情就是一種沉濕 一種很沉淨的感覺 那上面這個呢 有一點是 我是說覺得說在講人應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一定要全部都看到 一個有智慧的人呢 即使知道了 你眼睛也是要閉起來 最好就不要 你知道太多 基本上對你也是一種煩惱 一種掛愛 所以有些時候我都選擇不想知道 這也是一種逃避 那這個是 西班牙圖 然後她我去燒的時候 燒出來很像那個桶的感覺 超重的很重 那我在雕塑她的時候 是在雕塑一個 老和尚 老和尚在打坐的一個感覺 那裡面呢 老和尚裡面打坐的時候 早就空心了 心都就是已經進入了一個定徑之中 所以裡面是空心的 那這一件作品呢 是昨天晚上 才找到失而復得 我太開心了 因為在高士大做的時候 我做完 我還沒有名字都還沒有 名字都還沒有刻上去 就不見了 就不翼而徽了 我想這一尊想好久 因為它基本上是 模型而已 因為當我要這也是要 我做我女兒的頭像的時候 後來這消失了 我就沒地方看 我就自己用我的感覺 去做那一尊 這一尊跟這一尊是 這一尊是那一尊的模型 只是當時消失了 不知道被誰拿走了 昨天晚上又有同學跟我講說 你的作品 那一件是你的作品 我那時候高興的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講 那這件作品呢 這件作品是很棒的 這件作品呢 它365噸 那很像Hanny Mall的 它很重 它是360度 然後它是 我們教授說可以 這件可以做公共藝術 它是一個模型 那這燒 這是兩次的還原燒 那它也是西班牙圖 那兩次的還原燒 或是母與子 母與子 這個是幾代 這個幾代 這個孩子一定告著母親的幾代出來 那這樣子一個造型是很藝術性的 那這件作品是FRP 這FRP是很困 這件作品的時候是 我用極簡的方式 然後它又是FRP又是白色的 那要去磨這個FRP的時候是整間房子是屋 這樣子會像 好像在下雪一樣 一塊FRP去切 切完再去磨 磨這個 磨好久 那這件也是我的自畫像 我的自畫像就兩尊 那這個也是最近做的 這個我 也是西班牙圖 然後我故意去把它用用 那我覺得我還蠻 沒有 不是不是 是我之前要做的時候 那你會看到裡面 這個也是一個 是好像我的一個 嗯 也是我好像我本來的 本尊啊 好像老的時候 老太婆 然後它 它這個 這裡面呢 是在講那種 宇宙的一個 對 那但是呢 你看它有兩個圓 兩個圓 我最近有一件作品也是 亞洲藝術展樂 在講說 這個就可以講心中心 那一件是月中月 這件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我這些又 我自己去挑的 這一件也是最後 完成這一件跟這一件 這一件呢 這一件我是要做 那個 對 臥香 對所以我把它稱為殘香 那這些 這些呢 這個要做到那麼薄 很 這個是不太容易 因為 會破掉 這麼薄的話可能會破掉 那你跟右色的是 你去選到這麼漂亮的右色嗎 對 右色呢是 你看這裡是紫色的喔 那這邊是 是綠色 那這邊有點 這邊有點藍紫色 那這一個是整個是 這種紫藍色是真的好美 那像這個是日本的一個 紫黏土 很輕 摔不破的 這些 這些都是我的一些 對對對 耳環啊 胸針啊 這些都是 這些都 那這一件作品 它就是一個模型而已 做這件作品 我當我在花表這件作品的時候 我哭得半死 因為當時你看到 我在做我媽媽 我媽媽那時候得乳癌 所以切掉一個乳房 那你看到 她的這個嘴巴 很痛苦 很痛苦很扭曲 在做化療的時候 我就用一顆 我用我的愛心 去安撫她 撫平她 那這件作品的 這種造型 是滿藝術的 在這種扭曲啦 人生的這種痛苦之中 那我媽媽現在八十幾歲 現在比一般人身體都還要好 那最近這裡有做一些一系列的 這種觀音的這種無相系列 然後也都空心的 對對 這隻腳呢是 我自己的腳 為什麼要笑起來 笑起來是 我們人 不要垂頭上氣 然後我們每天一定都要很勤奮的 往前走 對 我覺得 往上的話是一種 人的一種能量的一種提升 感覺是一種高興的那種表現 對對對 你不會說很那個 那這隻腳做的真的很棒 就是那個血管啊 文理剛剛好 對 他的那個肌理什麼都做的 有一點力道的感覺 對 有力的感覺 各位愛好藝術的朋友們 我在這裡很虔誠的 很高興的歡迎大家 明天就開展了 然後5月20號下午3點 是我的開幕茶會 我備有很豐盛的歐式自助餐 請各位 歡迎大家 一起來共襄盛舉 謝謝各位